现在其实冠心病在治疗上面 已经不是疑难杂症了 我们医疗医学发展到今天 对冠心病已经几乎是可以叫做治愈了 我们整个的治疗应该包括三大类 一个是药物治疗 还有我们的介入治疗 还有我们的外科治疗 药物治疗现在包括我们的这个 阿斯匹里 北特勒克 还有这个盖离子健康剂 还有这个心脏支架 就所谓的大家一定对这个心脏支架 有所耳闻也甚至说是可以了解 心脏支架它目前是治疗冠心病的 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 甚至在你得急性心梗的时候 应该算是治疗急性心梗 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外科大小也是治疗心脏的 冠心病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手段 我们说呢在你复杂的这种进入手术 不能完成的情况下 我们建议进行外科大桥 外科大桥呢目前来讲 我们心脏外科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病人没有那么痛苦 不像老百姓说的 我大开胸啊我会非常痛苦的 其实跟老百姓想象的并不是那么相吻合 相信呢做过心脏大桥的患者都会有个感觉 都会说原来我没想到这么大的一个手术 我会这么简单的做完了 听了鸾老师讲解 大家应该知道 对于冠心病 我们现在是药药是有药 药价是有价 实在不行 毒死了 我们还能打桥 总而言之 方法有的是 招数很多呀 那么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圈儿有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24-2318-6065向我们咨询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聊事健康朋友会 在上面给我们留言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您打一解惑 其实鸾主人 惯心病这个事儿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不把它当做疑难咋症了 很有经验 能不得还是尽量不得 对不对 所以我们提倡的还是什么 预防 尽可能的用我们能用的各种手段 来预防冠心病 但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做的 说到防病呢 应该说是防病比治病更重要 我们中医经常说到 就是大一治胃病嘛 其实就是说的这个防病 我们如何预防冠心病呢 相信大家呢 可能或多或少的都有很多信息了 首先要规律自己的生活 正常的做起时间 再一个就是饮食药规律 避免大鱼大肉 但是呢更少不了运动 运动呢应该说来讲呢 是缓解动脉周药硬化的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手段 但是如果说是你发现了自己血脂有血脂身高 对吧 这个时候呢也不要怕 我们目前呢 将血脂的药物非常的有效 像塔丁类的药物啊 甚至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叫PCSK9结抗剂 就更加有效 所以呢 大家说我们如何预防 就是如何预防冠心病呢 大家一定要进行在规律的这个生活 然后呢 预防其他的疾病的基础上呢 冠心病呢 还是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的 说来说去其实还是那句话 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那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们需要做好两点工作 第一 及时地做相应的体检 及早地发现自己可能存在的健康隐患 第二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听取专业人员的意见 遵医住执行 冠心病现在是一个可以治疗 而且疗效非常好的一种疾病 大家呢 如果有了胸疼胸闷的症状 要及时就医 好的 感谢卢老师做过我们节目 想健康就到圈里来 今天的健康朋友圈